零基础了解嵌入室 日常生活中可以说 嵌入室系统完完全全地包围了我们 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手机、电视、扫地、机器人、智能家电、无人机、汽车等等 这些产品都有嵌入室系统的影子 那嵌入室系统是什么? 嵌入室系统就是在电子产品或设备中嵌入一个小小的计算机 目的是为了人机交互、采集传感器数据、处理数据、控制执行机构和通信 它由各种单片机或较微控制器再加上其他外围电路组成 要求这个小小计算机体积小、功耗低、成本低、实时性强、可靠性高 这是个小小的专用的计算机 不追求最高性能、试用就行 一个嵌入室系统的典型架构软件部分是应用程序和嵌入室操作系统 硬件部分是嵌入室微处理器和外围设备 从硬件角度来看 嵌入室系统就是以处理器CPU为核心 依靠总线BUS进行连接的多模块系统 关注我下集带你了解单片机和嵌入室的区别 2阶纹